小萍啊,已经十点钟了,赶快去睡觉不要看电视了吧 妈,我再看半个小时就好 明天学校要去远足,八点就要到校,到时候啊,你会爬不起来的 哎呀,不会啦,我也不好闹钟的 我不管你了啊,到时候爬不起床,你就去不成了 嗯,嗯,嗯,考验的闹钟 小萍啊,吃早点了 嗯,嗯 小萍啊,啊,什么,你还没起床 妈,已经七点半了,你还躺着床上,早就告诉你电视不要看那么晚,偏不听 妈,我先刷牙,洗脸,换衣服,马上就来 小萍啊,快点哦 来了来了,啊,已经七点四十五分了 妈,我不在家里吃了,我要带块面包在路上吃 正是的 妈,再见 再见 哎,哎,等一等,你的钟菜还没有带呢 哦,对对对,我最喜欢吃的三明治差点忘了呢 各位同学,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现在是十点钟过一点 大家在这附近玩啊 十二点的时候回到这儿吃中饭 现在解散 路上有残在叫耶 我要爬上去抓 三明治要先放电脏吧 哎呀,差点都抓到了 哎呀,我的运气真是不好 现在骑几点呢 哎呦,十一点五十五分了 要集合了,赶快下去吧 小平,你今天带什么东西来吃啊 我带我最喜欢吃的三明治,你呢 我带沙拉面包和饼干 我们坐在这儿吃吧 哎呀,我的三明治不见了 怎么会 你到底有没有带来呢 有啊 出门的时候我妈妈才交给我的 那怎么会不见了呢 嗯,我想想看啊 啊,对了 我刚才去抓虫,抓蝴蝶,抓青蛙,抓残 可能掉在什么地方了 你先想看,到底掉在哪里吗 嗯,哎呀,我想不起来 算了啦,我不吃了 这怎么行 来,把我的沙拉面包 分成两份 另外还有饼干吃 那怎么好意思呢 那么,你又吃不饱了 我没关系 你不吃的话,小心胃痛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